現在賢價可不可以入呢 就是人家炒到最開心的那段時間 然後你又覺得撿雪 但是開始回的時候 喂 正呀 機會來了 不是這樣 我們就是經常說 你要了解現在發生的什麼事 你要多些原因去支持你賣股份 其實現在四月份 我們開始說 我自己看更樂觀的東西 我都不是那些很悲觀 大男友等等 但不代表就是說所有東西 你去罵 之前強制過就一定OK 很容易出市 紫金之前為什麼升這麼激 市場對於通脹有一個很大的憧憬 覺得銅價會升上去 與此同時 好像還有一個崩率就是有金礦股 金礦股一樣升得很厲害 但是你看這段時間 金礦股也回得很厲害 原因 加息 就是說加息預期太過厲害了 與此同時地緣政治風險 不是想像中那麼嚴重 烏羅局勢固然也是嚴峻 烏克蘭上面都是比較麻煩的 但問題是刺激不到金價上去 相反地你就加息周期 加息加得那麼激烈 每次加0.5厘 金價一樣有機會回下來 雙分價格回得更多 現在市場就在怕這些東西 所以人們開始散水了 走鬼的時候 你就可以接了 多數都是輸錢的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衝進去 我就覺得暫時缺乏一些的誘引在這裡 最重要就是 你想想這些位置買 幾錢只虧好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設定 如果你說100天線 11元 7% 6-7%左右 現在的勢頭是在試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可能才倒閉 但那些位置一穿你就走 所以要轉身轉得很快 所以當在散水的時候 去摺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說長玩下去 不划算 一次半次總有機會鬧中 但經常突然急跌的時候 散水的時候 你才去醉 一樣危險 所以我想至今這些位置 就沒什麼興趣 起碼去11元這些位置才倒閉 提示了